好呦游戏公司呢明天要上櫃 不过这回竟然把每次呢 都买这个Oh My God放在嘴边的绘词 找来呢当代言人 可以做到上櫃 其实幕后工程就是执行长 他40出头哦非常有想法 但是也曾经摔过跤 这个落魄到必须靠妈妈 变卖黄金来生存 哎呦我不用的 不这样子了 Oh My God 每次早上等公司买到 一开口就大叫公司名称 游戏公司就是想用这点 找来惠慈代言 游戏公司做到上櫃 背后最大功臣就是这位执行长林依宏 在我们公司里面 连工都把老板踩到脚底下 一身蓝色Polo衫加上西装裤 40岁出头的林依宏 从台大图木系毕业之后 就往美国念了两个管理和资讯硕士 回太后一头栽进游戏网路公司 不过公司没有想象中顺遂 还惨遭两次滑铁炉 我母亲还把以前那种80年代 能源于危机买的一些金条 那全部都拿出来让我去把它卖掉 心头一揪谈起过往真的很心酸 2005年还把妈妈的黄金 全部变现成150万元 东山再起 其实林依宏1999年成立公司以来 一路上并不顺遂 一直到2005年只有三个人的公司 还曾经做到负债5000万元 2006年还跑到志冠当董事长特助 来补贴其他员工薪水 还好2006年2007年 靠着公司两支游戏热销 2008年税后存益来到82.69元 营收达到高峰 才走出负债困境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 比较小的游戏公司 或者是相关的网际网路的产业 把它并进来的话 其实能量是非常大的 走出负债 要过2005年最困苦的时候 从负债成为上柜大老板 林依宏下一步要从并购开始 祝你一晚杨神中 黄树人台北 采访不到